花園上也會有些改造 原先從門進入 擴建後 門會從這邊進入 這個位置是做月光位 地上驗樓時只有幾條柱 現在已經做了打拆和砌磚 將這兩個區間用磚隔開了 去做不同的工人室 這一邊的話 業主是將它做了一個水壩區的空間 Hello 大家好 我是維碗裝飾的Licole Hello 大家好 我是Tim 我們今天和Tim 來到半海雲山別墅的一個單位 之前這個單位我們已經有上個片 亦都做了這個開工儀式 現在我們來看看 到底開工之後 以後大概一個月我們的工程進度去到哪 好嗎 好 我們現在 Jerky哥的一個別墅 其實改造的地方都比較多 可以看到 上次我們做的開工儀式 還有一些禮炮紙在這裏 但是修復過程中 我們之前有驗樓上的影片 亦都有很多一些長生的問題 還有一些樓梯的吸位的問題 其實我今天過來看的時候 都撿了一部分 因為上次我們過來已經有工程 工程部的人過來進行維修 好像在上面 我們天花不做這些位置 都進行了修補 但是長生日行我們會做藝術七 所以我們就沒有叫工程師那邊 比較細微的地方 我們都沒有要他進行修補 我們先進行三樓看看 好嗎 因為三樓上面的話 改造的地方會有些少 比較吸引的點 我們一起上去看看 首先Jerky哥這間屋的話 你下天也可以看到 其實它是玻璃的一個樓梯房 在這個位置的話 我是業主準備加裝一堂電梯 直接由負一層去到三樓 它樓層是總共四層的 其實現在我小運動 我就這樣走上來三樓 都有些少許喘氣 所以如果這樣又上又落 確實是一個減肥的惡目 那電梯 阿添在這裏拍下去 在這個位置 是安裝一個電梯的話 它有不少腳骨力 我們來看看 業主這裡 它的修復情況 看到還有很多記錄紙 好像玻璃環 這些是未處理的 只不過它處理了一些比較大的 就是之前我這裏的上身開列 它又重新去批過補回 還有這個位置 還有一個洞的印在 它也會填補回 我們上漆之前的話 都要重新打磨 另外我發現 就是這個補水的問題 還是有一點滲水的地方 看看 還是要工程那邊跟一根 好的 還有就是 在三樓這裏 我們發現了一個問題 它做了補水 依然還是會有這些板滲的 有板減 其實它做得不足 還是要找工程師去加一單 好 我們再看看外面 其實外面這裏沒有漏水 會不會是這條縫的問題呢 你看看 其實不多不少都會有關的 有關 那裏留在上面 那這個要跟工程師保持溝通 去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它 是 裝修為一個部分 跟進驗樓後面又是另一個部分 是 好 那我們關門 這些踢腳扇的位置 工程部已經是收好了 好像這些 它下面的滲水情況 這裡做得好 但是上面還是會起皮 給皮起泡 這裏要重新再製造 一定要重新再製造 因為製造到沒有位置 肯定裂壇還在 肯定是要工程去跟 是 我們上三樓看完反修的情況 它都有做 但是進度慢一點 我們可以理解 因為它這邊也有很多樓在建 在交付 人手肯定會有些少不足 我們來到二樓的兩個房間 我們看看有什麼改造 其實二樓的話 我們這個空間是會進行擴闊的 就是把這兩個房間增加了一個露台 活動空間就會大了 到時這裡就會加一個門 我們旁邊的房間也是加一個推拉門 這樣把平台移出去 這就變成一個生活陽台 在外面放一張戶外椅 都很自在 這邊這間房間 因為每間房間都有配套淋浴間和衛生間 所以這裡改了一個休閒 就是我可能不想企育的時候 我想找浴缸泡 舒服一下自己 我們在這裡就可以滿足到 而且它的空間是比較大 所以它放一個大的浴缸 其實是很舒服的 當放完浴缸的時候 我們再走出來露台 我再跟大家吹一下水 或者是休息一下 是可以的 相對來說比較自在 有一種度假的形式 這間房間就沒有其他改造 就是家鄉床 原有的洗手間 還有就是廁所配套 這間房間的話 業主也當作一個休閒書房 作一個客房 日後會有一張床摺疊 這邊有一個櫃 可以摺蓋下來 空間亦都非常利用得好 好 我們去一樓看看 好的 幾天這樣走這條樓梯 我膝頭那裡 一天走幾轉多很辛苦 你不是說我膝頭也受不了 所以Jacky哥安裝的電梯是名字的選擇 我們進入一樓的一個花園 其實花園上面的話 我們也會有一些改造 原先我們在這個門 在這邊進入 擴建了出來之後 我們的正門會在這邊進去 這個位置的話 就要做一個圓框位 在進來之後的話 其實我們一樓都主要是 以一個招待為主的一個區域 就是飯廳和客廳 都是有配套公圍的 這一層的話 就是以招待朋友來到 我第一時間在客廳和你聊聊天 聊天的程中 我休息便要上樓了 我們業主Jacky哥也是一個很懂享受 和很懂生活的業主 因為Jacky哥是一個音響愛好發燒友 同時他們也很喜歡玩電話 所以我們在溝通這個別墅 在裝修的過程中 其實他們也說 我想將附一層地下這個區域 的話要做到一些間隔 我們工程上面的話 Tim也知道 我們無論是毛皮也好 精裝也好 我們首先第一步要做的 除了涼管之後就要做什麼 打茶 對 我們負一層的工程動作 就已經做了一部份 地下還是有一點亂 因為它做的過程中 有些砌磚 而且我們看到 之前我們有條影片也說到 Jacky哥在那裡 會用到吊機 將一些大型的物件 就會由一樓吊機掉下來 一些物件已經放在那裡 包括了一些博古架 茶桌等等 等裝修好之後 我們再過來看看 Jacky哥的一個文玩愛好者 他收藏了多少漂亮東西 讓大家一起欣賞一下 去採訪一下Jacky哥 是的 我們地下這裏 我們驗樓的時候 只有幾條柱 現在我們已經做了打拆 和砌磚 將這兩個區間 就是用磚隔開了 去做了不同的一個工人室 這一邊的話 業主是將它做了一個 叫水吧區的一個空間 就是樓上可能我們上面 女人在上面聊聊天 男人在下面吹吹水 落到這個空間的話 它會有一個酒吧櫃 在這裏做一些調酒的貓 或者品嘗茶室 酒 做一個休閒區 同時這裡的話 我們看到有個兩冊 日後 業主打算會在這裏做一個休閒區 原來很多人都會把這個 做了一個 這個井房做了擦衣區 現在的話 它利用一個採缸 這樣透過來 它的燈光再調配 這個位置 是一個很舒服的一個 聊天休閒區 到時候放電視 這邊的牆 我們暫時是未砌的 這邊的區間 我們業主也是一個 剛才也說到 很懂得享受人生 很懂得享受生活的業主 他會在這裏做一個影音房 他比較喜歡一些音樂對音響 Hi-Fi 對 有一定的要求 他除了平時會聽音樂對Hi-Fi 有要求 他對電影也會有要求 所以他特意在香港 帶了一些電纜線 電視的電纜線 寄回大陸 然後我們在裝修的過程中 做好這個線路的安裝 這個位置 是類似電影院的 四面環繞的設備 在電影裡可以達到 好像3D或5D的效果 新臨其景在裡面 因為它的空間 會響和音效真的很好 加上線路真的很好 對 等它裝修好之後 我們再過來享受 親臨演場 對 一起看看Jerky哥的影音房 整體的佈局 現在來到這裏 屬於一個音響茶室 亦有自己的研究 亦屬於一個發燒友 我們之前跟他溝通的話 就是了解到他這邊會作為一個茶室 然後音響收匯在那邊 既可以品茶 亦可以聽音樂 我們其實 就是以一個度假 享受的認識 其實一定要對自己 會好一些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我們看看這個 很大的一個物件 是甚麼來的 博古假 甚麼是博古假 就是木頭 樹枝 其實你也不知道甚麼是博古假 其實這個博古假 我們也是通過Jerky哥的口中得知的 真實的實貌 我們也未見過 但我知道的 看圖片 就是一個樹根 是的 然後有很多枝出來 它是托著 可以放甚麼 放些杯子 茶葉 其實甚麼都可以放的 只要那個位置夠大 對這個博古假 其實是很期待的 等Jerky哥在這裏 裝修好之後 去進行擺放 一定要過來參觀 因為這個博古假 是需要動漏到調機 調下來的 人是抬不到 一百百多斤 體積就不算很大 之前的話 早一輪就是 調這個博古假 插了天井的三塊玻璃 才可以調下來 是的 用調機這樣調 而且這個位置原先是窗 現在還可以看到它的窗框 我們已經是做了一個打拆 後來會做一個玻璃 然後這邊才是窗 現在已經封了 但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裏有甚麼不同 和我們之前的劍樓 這邊是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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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牆 這邊是門 現在就封了這扇門 在這扇門 其實是對過來的 因為這裡會做了一個區分 這邊是以品茶為主的 這邊是聽音樂 但是我們是互通的 在這一個空間裏 我既可以品茶 亦可以聽音樂 在這邊的話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空間 其實我們現在說話 都會有回音 所以在這邊的話 做一個音響房 其實我們都很期待 Jerky哥把這個空間 佈置好 然後我們一起 和Jerky哥來感受一下 雖然我對音樂 不是很了解 而且我不是很懂得 享受音樂 去了解這方面 但是我也很想 很想過來參觀 看看 甚麼是 跟我們平時聽的音響 有甚麼不同 對 自己未聽過 亦有個發燒友 我們過來學習一下 目前半岡雲山的別墅 工程已經在逐步進行 我們亦看到 該打拆的地方都打拆完 到後期 我們在一些改電的位置 還未做 亦看到我們設計師 現在他過來和Jerky哥 又去對過一些插租位 我們批檔 做完砌場之後 就會下一步去進行改電 改完水電之後 我們就會去進行批灰 有最新的一個進度 我們再過來拍一段影片 和大家一起 看看半岡雲山 裝修的整體情況是怎樣 我們下一期 就會看回電梯的安裝 到底由沒有到有的過程是怎樣 複不複雜 麻煩嗎 需要注意些什麼 電梯應該怎樣選擇 我們會做一期的一個片段 下一集分享給大家 分享給大家 好 我們這一集就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